今天是7月21号周日 A股明天就会开放了 明天A股会怎么走呢 会涨还是会跌呢 这里提醒大家 从这一个周期开始 我们的A股将发生重大改变 如果你的节奏还是做不对的话 很有可能错过房积 很有可能继续亏损 怎么做呢 大家知道前段时间 我们的市场在出现调整的时候 有一些人还是撞了钱的 有些人还是吃了肉了 比如说这段时间买了人行股的人 比如说这段时间买了中特估的人 买了中国移动 买了中国 中国这个石油中海油的那些人 但是从上一周的这个市场反映来看 节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如果你还按前面的思路去 很有可能就要站岗了 那么到底资金会流向哪里来 大家这些问题我们就盘面做一个介绍 解读讲之前评论去一包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有理的点赞加关注 好 那我再次给大家提醒一下 市场在这个时候 已经出现明显的止跌起稳的动作 虽然说全球指数这段时间表现不太好 很多的国家都在跌 欧洲美元 美国都在跌对不对 那我们的市场感觉比全球一好一点点 他们跌我们没跌至少我们起稳了 这里国家对着户盘公布恐怖 那从市场反映来看 资金在什么在不断的加仓一些方向 当然整个市场资金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一个什么一个加仓 个股的话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市场还是属于一个结构性行情 非常明显 那你的节奏对的是能够吃肉的 节奏不对 那就努力白费 享受着煎熬 好 现在我们来讲重点 下周A股继续反弹概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指数没必要担心 你该担心的是板块和个股 那问题来了 我说市场出现大变化了 银行还能去吗 这是很多人问的问题 周末又有两个人问我说 哎呀这个银行我追高了 现在套住了一个点 到底要不要割掉后面还会不会涨 大家觉得会不会涨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套了一个一个点的银行 没什么纠结的 是吧一个点不多 就算你割掉也不多 后面要是出现一个拉伤 出现一个冲高 我觉得也很正常对不对 但是朋友们记住一个细节 银行从这个位置的低点到这个高位 已经涨了20多个点 指数涨20多点 个股涨多少 个股涨30个点 50个点 甚至有些已经是吧 已经发发了 创历史新高了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这个空间潜力已经不是很大了 我在前面跟他讲过 我们拿银行对比是吧 我们的这个银行 跟美国的银行做一下对比 还记得吧 前期我跟他讲过就比如说这个 我们国内的四大行 目前 大概在6左右的一个市盈率 美国的美国银行在13左右的一个 一个市盈率 所以美国银行 比我们还要贵一倍有多 那有人会说 为什么他这么贵 其实原因就在人家是属于什么 人家是属于流市 属于炒作的高峰期 我们是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低位 应该说是属于什么 属于一个价值回归的一个过程 所以比如说空间的话 相比起美国银行 我觉得他还有一定的空间 但是 相对比前一段时间的位置来说 我们的银行涨的已经比较高了 还记得吧 前段时间在低位的时候 很多银行大概在4点几的一个市盈率 现在很多已经到了6或者6以上了 我觉得短期的话 大家还是要注意 等他调整后过得更好 所以高位去追的话还是要小心 好 除了以银行为代表的方向之外 你看这段时间表现最好的就是什么 比如说中国移动这种类型的 还在创新高 还在不断的一个进攻过程当中 有人就问了还能不能去 其实说真的中国移动 我现在觉得他的炒作思路 就跟美股的什么苹果 这个英伟达也这个威远一样的炒作 因为中国移动的话 他从某些意义上来说 他除了是通讯公司之外 他也是什么 他也是科技公司 这个我们不得不承认 他确实是科技公司 他存在了很多的一些科技产品 是不是 他炒作思路是跟策略是一样的 所以从技术方面来看 他还是属于一个强势周期 我觉得你有一些有底仓的 你是大赚的 我只要他不破这个支撑位 我觉得大家仍然可以看多 仍然可以去什么 可以选择躺平 这个没毛病 但是如果你想参与短线的话 那么你就只能以什么 以短线的试度去炒作去参与 我觉得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好 你看还有中国海油 前段时间不断创新高 不断创历史新高 这里这几天会出现调整了 这里我再给大家清醒一下 以海油中国石油为代表的这些相关品种 短期的涨幅数比较大的 大家在操作上面要注意 不要再盲目的轻易的去追高了 避免破例盘的兑现 这个他存在的不确定性 以石油为代表的 像他他不确定性就是什么 就是国际油价的走势 如果国际油价出现下跌的话 那么这些价格 这些股价肯定是顶不住的 他会出现下滑 所以这里在操作上面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高位的一些 品种开始什么 开始出货了 对吧 你像中国神华这种 现在也出现高位调整了 中国石化 还有中国神华 大家看一下 是吧 感觉 有资金出逃的迹象 为什么呢 大家看这里 这里一个大阴霸杀下来 一个大阴霸杀下来 感觉有资金在这个位置抢跑 不管怎么样 大家记住他们趋势没有坏 趋势还是属于多头的进攻的上涨性 但是从短期来看风险是越来越大 需要注意 我倒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资金就是这些抱团的资金 抱团高位的这些资金开始转向了 转什么 转了一个高低切 切换到低位了 所以这些低位的品种才是大家需要特别 注意和重视 一说起这个大家就知道 我在近期一直抢劫大家要注意的证券 你看一下证券龙头就知道中心证券 对吧 出现了一个底部的九连扬 就算是在流市也很少见 中午的话是放量了爆量了 那有人说哎呀 中午爆量了放量是不是 日式他在这个上涨就结束了 我我的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它是什么 属于放量的一个上涨 是属于一个加速的一个推动上涨 当然 经过了九连扬以后 他命连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比如说这个位置对吧 比如说这个位置 比如说这个位置 所以在操作上面大家就需要注意了 现在追高的话就不是特别的理想了 对不对 人家已经放量加速了 你再去追高的话 这个我们就以短线的设备去看它就好了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盘面 其实大家最为关注的是 超跌方向能不能接力 明显的这个银行调整后 我觉得资金很有可能去证券 对证券的方向 我说了很多回 说了很多次 大家去看一下前面视频就知道 这里不再做过多介绍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最为关注的两个超低的品种 也是大家闷得比较多的一个品种 白酒能抄底吗 这是很多问我的问题 白酒这段时间确实跌的比较多 跌的比较厉害 大家看一下 它从这个位置掉下来 这一波沙跌 白酒掉到20个点以上 指数掉到20个点以上 那我们问一下个股跌多少 所以 大家心里都是 七上八下的 那么随着这一段时间 A股这个北酒方向的一个下跌 那似乎数据是这是一个坑 会出现超跌反弹 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短期的话有机会超跌反弹 那是中长期北酒板块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 以前是机构抱团北酒 抱团这些方向 去做一个什么市值管理 或者说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业绩的一个管理 但是你还知道 最近的北酒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 比较突出的 一个是它销量下滑 股价不稳 出现夏天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现在感觉我们的北酒 失去了一个属性 金融属性 他都知道以前买北酒的话 买比如说买飞天的 是吧 我觉得买飞天的人 大多数人应该不是买了自己喝的 一两 两三千块钱一瓶的酒 你买了自己喝你舍得 我问你的舍得吗 很多买酒都是去奔着送礼的 还有就是买了收藏的 但是随着我们的经济不景气 随着我们的 市场下滑 我觉得这个销量在蚕食 所以高端酒的走势就没有那么美丽了 当然这个北酒的房 这个价格 我觉得跟房地产也有一定的关系 房地产不景气的话 那么像高端酒的话 它的销量也会出现下跌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所以这里的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我在昨天看了一个消息说什么 有人是一个关于茅台方面的一个经销商说的 而现在 现在不管是茅台的经销商 还是这些黄牛 心里都很忐忑 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不是爆出说 这个茅台飞天的这个价格 爽装又回到了2400附近 对不对 又回到2400附近 那么前一段时间一路回到2100 对不对 现在看似回暖了 但是大家心里都没底 什么意思 就是他还能不能继续稳住 如果不继续稳住的话 再次下跌的话会跌破2000 所以大家在心里都在纠结 关键是什么 价格回来了 销量没回来 什么意思 就是 在这个下隔回来过程中 大家都保持理性保持谨慎 这个量能不能回来 这就是重点 没人量能不能支撑 这个价格能稳住吗 一旦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那往下再掉的话 那很有可能下一波的飞天价格 跌破2000 跌破2000的话 那你什么影响 那我告诉你 可能会加速下行的风险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属于一个纠结状态 黄牛也好 黄牛在年初的话 他拿货的成本至少在2400 飞天的散装 这2400或者说2500以上的 现在是吧 几乎都是属于一个不赚或者少亏的状态 他们就会考虑 哎有个回的 要我回本的话 我是不是先测先跑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想想 大量的黄牛把这个 把这个酒的这个这个存量推到市场的话 似乎会加速加速这个价格的下滑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比较风险 问题就比较大了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还是要注意 北九方向 我觉得短线你可以博个超级反弹 工厂线的话还是面临着比较大的问题 相比起这个白九 房地产的话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 房地产在近期你看 属于一个明显的底部信号 跌的比较多 有人说超级反弹货来了 然后 我们高层在不断的放力好 要稳住这个市场 觉得我觉得是可以理解 但是房地产 我想问你在这个位置你去潜伏 然后你去做多行不行 做多的话可以 就是博一个反抽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你觉得房地产会出一个大行情吗 不会 对不对 我们的房地产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差的 还没走出泥毯 这个时候你想想 他能够走出大涨吗 我们一切的目标都是为了稳住房地产市场 各位朋友们记得这细节就行了 你去博一个反出反弹 我觉得没毛病 但是你也想在这个位置操个大底 赢了一个什么赢了一个大涨暴涨 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 我们重点要留意一下就是房地产板块 龙头个股的表现 比如说万科A对吧 万科A这段时间确实是找出一个震荡的一个小反弹 但是你也发现他的反弹过程中 他并没有放量 朋友们这才是关键 你看前段时间万科在这个位置 能够出现一波大反弹的运势 放量 但是在这里连续走强后 出去反弹后他并没有放量 这才是大家纠结的 记得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 有个技术什么技术 你看是吧中长期下跌突然出去放量了 那么怎么办 我们不追 等他缩量回踩 去补一个反出律情 这个节奏这些东西出了 那问题是这里这波下跌后 他反弹的量能没放出来 所以反弹的成色就要打个问号 就要打个问号了 那么万科走不好的话 你觉得房地产能走好吗 所以综合来看 这些低品种的方向 我觉得大家操作 尤其是去参与的话 还是要小心一点 银行下来要有证券接盘 有证券兜底 那么像中国石油 中国海油这些下跌以后 我觉得他最终还会流向中枝头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把重心放在中枝头 才是对的 想抄底这个北九的 想抄底房地产的我觉得还是要保持理性 你去抄底中枝头的低位品种 我觉得是对的 这个反而我更看法 大家看中枝头的股票 近期的走势确实是属于一个什么 底部的震荡 也是属于一个空头状态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 个股是存在一定的机会的 大家看这里 周五的表现 中科所谓中国软件 这些属于上涨的这些属于什么 属于科技类 还是属于属于叠加器材 科技叠加的军工方向的 再加上周末的微远事件 不应该说周末 周五的微远事件 我觉得对相关的行业会显得大的影响 就是我们的中国科技类 尤其是软件的这一块 会获得资金的关注 所以这是接下来我们的重点 我们懂了没有 接下来抓住机会 抓住核心品种 去做个博弈做更增 我觉得没问题 你比如说像什么 像软件类的话 还比如说你像这种什么长城 对吧 它是不是有影响 从中国长城的话 在这个周五的微远事件当中 他应该是受益的 都他会不会获得资金的关注 唯一的值得大家注意的 就是他业绩出现亏损 我们要注意 有些业绩亏损的 他是吧 他很容易被ST 这是大家需要特别留意的 那不过怎么样 我觉得冲刺头里面的一些核心品种 值得大家注意 你比如说像中国中车 中国中车它是属于什么 属于我们大机械方向龙头 又是属于我们科技方向龙头 什么意思 它是属于叠加贴产 做火车头的 做火车头的话 它本身就具备科技行量 另外它也是属于大机械方向的 属于跑路的 属于什么 属于在路上跑的对不对 所以它也是双热门叠加 或者说是属于什么真正的龙头核心票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内心票 大家是需要注意和重视的 你会发现在不军不决中 它已经走出了泥坦 已经走出了一个什么 走出了一个多头的流逝行情 是不是 好 有人会说这种是吧 长高了 我又怕我又不敢去 对不对 你实在实在不敢去的话 与之相对应的 或者与之相关的一些品种 低位的品种是不是可以跟踪 对吧 我们觉得大家是没有毛病 可以去考虑一下的 我强劲了很多次 中枝头的话 它是奔为很多个品种 比如说中枝头里面的科技 中枝头里面的军工 中枝头里面的大基建等等 这些方向 其实它很多还是在低位的 那么我觉得它有机会承接 以石油为炭为代表的中枝头的一些资金 迎来超跌反弹 迎来反充 大家觉得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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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